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民党中常委曾文培 台北市议员王红威 联手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做客东南卫视为您带来权威发布深度解析 国民党主席补选即将启动 被点名的吴敦义 好龙斌和洪秋柱等人态度保留 外界批评 国民党点来点去都是这些熟面口 他们当中谁会出来接党主席 此外 国民党内有人把败选原因归结为朱立伦的不分区名单 甚至要求不分区排第一的王金平辞职 怎么看待王金平在这次选举中的作用 国民党中常委曾文培 台北市议员王红威和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为您带来深入解析 民进党赢得2016选举才几天 内部的资源争夺战已经开打 高雄市长陈菊举着南北均衡发展的大旗向蔡英文要行政资源 与此同时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之争也逐渐白热化 谁最有希望坐上台立法机构龙头位置 民进党主导下的立法机构又会出现哪些变化 两岸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张斌带来逐家观察 蔡英文成功当选背后到底有多少派系的力量 有台湾媒体指出 服选有功的有六大幕僚 包括了扁系 苏系 游系 泄系 以及新潮流系这几大派系人马 蔡英文如何摆平各路人马 民进党就怎样实现世代交替 两岸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张斌带来深入解析 海峡新干线 两看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盼盼视频 卢家俊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陈何南 我们来关注新闻 2016选举遭受重大挫败 岛内各界都想起要国民党改革让新生代接班的声音 在败选后的第三天 国民党内的一群年轻人就发起名为草鞋的串联活动 并推出革新游击计划 提出了六大理念 国民党青年改革的第一枪正式打响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陈彦涵 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国民党不改革 在2020就会被淘汰 而我们现在已经正在被淘汰 包括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徐晓鑫 国民党青年团执行长李正浩在内的党内年轻世代 组成草鞋联盟 名字取草鞋的谐音 意在表达要更接地气 更与基层民众站在一起 他们在国民党落败后的第三天 打出改革第一枪 推出革新游击计划提出六大理念 包括党内民主青年参政 改革党务解决党产问题 主体论述以及进行青年行动 他们要求有意参选党主席的人尽快表态 提出具体政见与路线方针 并必须举行至少一场政见发表会 与至少一场政策辩论会 我们要呼吁青年来参选下一届的党代表 只有透过直接的参与 这个政党的体制的改变 才有机会推动我们的革新 在党产问题上 2016选举期间 担任朱立伦竞选办公室 发言人的青年团执行长李正浩强调 党产是国民党的负资产 他们主张在符合 现任卸任党公权益保障的前提下 一次性解决党产的问题 在青年参政部分 他们主张每个选区 要有一位青年县市议员候选人 至少必须落实县市议员 百分五青年保障条款 即客气开始布局2018地方选举 寻觅合适的青年人选 蹲点地方 其实我们不缺年轻人 也不缺人才 我们缺的其实是一个 有系统有制度的一个培训 还有一个实际作战的一个机会 昨天 前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兼发言人杨美中表示 国民党改革应该先从党主席选举开始 深化党内民主 扩大草根参与 这与今天国民党青年代表的诉求 似乎不谋而合 我们的主张跟杨美中不谋而合 任何主张跟我们相同的人 我们都很欢迎 也会希望说可以一起 针对这个理念来打拼 我觉得国民党是一个理性中道的政党 它在过去到未来 它的发展路线 其实是相对比民进来讲 它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国民党青年最重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凝聚大家的共识 还有团结团结再团结 这个是没有什么比它要重要的了 据了解呢 国民党的部分青年的干部以及党员呢 将从这个周末开始 利用周末的时间从北到南到台湾的各个主要的县市 进行所谓的肥皂箱演讲 来宣传国民党的理念 改变年轻人对于国民党的印象 东南明星系的陈彦涵涵 台北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清玲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河南 就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在台北演播室 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女士 洪威姐好 清玲好 大家好 国民党中常委 曾文培先生 清玲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先生 清玲好 东南未去观众 大家好 同时今天在北京加入我们讨论的 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时事评论员 也是资深的坐台记者 张斌先生 文培 今天有一个算台北比较大的新闻 就是几位国民党里的年轻人 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 而且这个徐晓晴说 其实这次他是请假出来 其实都是用你们自费的 没有用党的经费来开 这个记者会的 为什么要开这个记者会 其实呢 我想这个国民党一向以来 这个对青年的重视本来就是比较缺乏 我记得我在20岁入党的时候 人家都说 文培你是未来国民党的明日之星 我今年40岁了 还是国民党未来的明日之星 其实国民党不缺人才 但他缺的是 是没有系统也没有制度的一个培训 所以他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机会 所以你到最后你可以看得到这一次 党主席选举 哪一个中生代或新生代的人 能说他能独当一面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动作 我们希望所有台湾 支持中国国民党的年轻人都可以来 我觉得很重要的主体的论述 国民党到底你未来要往哪边走 你要带这些年轻人去哪里 这才是会未来年轻人的运营 要不要跟着你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我今天看到你们这个设计的 其实应该是昨天我还连夜设计的一个徽章 其实也还挺好看的 你知道吗 昨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当你们发出这个新闻 有这个事情要去采访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名字 侯嘉玲 李正浩 曾文培 他们是谁啊 然后大家第一个疑问说 媒体在讨论说 曾文培放第一个名字 他是谁的人 这个其实很有趣 因为国民党就是长久以来 其实虽然我们好像感觉没派系 事实上我们派系是相当严重的 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办法有机会 也是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 所以我今天只能靠我自己 我还记得我大概在八年前 我有一次出来选这个市议员初选 后来没有选上 我的对手叫做黄平洋 那时候他是这个四个月以前入党 那时候我们就对党中央说 我入党我们入党这么久 你不培育我们 不给我们机会去历练 反而你用了一个临时加入国民党的人 因为人家有背景吗 不是他也许不是有背景 但是他知名度够 他知名度够 那你要我们这种年轻人 去跟人家比知名度 一个职棒球形比知名度 那怎么比呢 所以这个是长久以来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是宏伟姐 您这次也是作为这个朱立伦的发言人之一 您怎么看待今天国民党的这些年轻人的诉求 有人说国民党终于看到有年轻人站起来 打出第一枪了 基本上我也觉得他必须要改革 而且不管是谁来当任党主席 他必须要提出他的论述 当然其实国民党栽培年轻人 我必须要讲最好的机会过去了 这八年来马政府 不要说市议员说可以入阁 连立法委员都没有入阁的机会 都是一群博士教授 所以你看这一次 其实我们有好几位 五连霸六连霸七连霸八连霸的立委 这个重见落马 那在某一个程度真的是非战之罪啊 但是呢选民某一个程度喜心厌旧 另外一个就是随着年轻的选民 手投足的选民 慢慢他可以有投票权 他有的是说这个面孔 他看得很老了 因为在选后大家受的冲击太大了 那种感受非常深 那事实上长期的抗争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至少今天这一把火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 是因为是会是 现在是最艰困的时候 接下来面对也是更多的困难 今天联合报的一个评论也说 老将们最后的疼爱 应该是把手放开 然后中国时报的评论呢 说蓝青年军改革要从选党主席开始 到底国民党年轻人是改变将冈呢 还是接下来会进去被将冈改变 昨天联合报有一篇评论也说 到底谁会是国民党内的蔡英文 向龙兄 您认为这些年轻人里头 有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希望 或未来的蔡英文吗 目前没有 一方面呢 他必须要有那种党的性格 就是说有某一个人 你想在蔡英文在2008年 他可以成为民进党的党主席 另一方面来讲 他也表示在当时民进党里面的派系天王呢 把手背在后面 不伸手 刚刚两位在谈到的 比如说空降 国民党里面最麻烦的就是 许多的空降都降在自己的安全区里面 挑一个蓝军最强的地方呢 去空降 那哪里叫做空降呢 那不叫做空降 那基本上面都只是呢 在自己的家里面找安全而已 年轻的世代的集结 我当然支持 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我希望就是说 在这次败选之后 国民党如果有新世代 像是草鞋这样子的一个集结 你们要先回去看一看 过去的那些的次团 过去的那些年轻人 在败选之后 也是义愤填膺的 想要振兴国民党的那些团体 之后犯了什么错 其实从今天我们看到 为了打破传统的体制的束缚 像是国民党的新生代 已经开始着手行动了 像是这个文培啦 许晓鑫啦 李正浩啦 李明贤等等 都有意投入 接下来县市的这个选战 要培养自己基层的战力 而在今年的区域民代选战中 成功当选的蒋家后代蒋万恩 则成为国民党内 为数不多的新生代的成功案例 国民党败选 老一辈仗打输了 而且输得难看 新生代被投以更多的目光 朱立伦发言人许晓鑫 提败选三建言 他说国民党必须要脱下西装 换上草鞋 真实感受民众温度 政策讨论路线辩论 绝不该沦为权力斗争 许晓鑫更呼吁国民党的新生代 没有分裂本钱 被形容比朱立伦的感言更有温度 世代交替为前提 谁能带领国民党 我没有中央委员的资格 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选党主席 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一次 一些年轻人认为应该要改革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说 在规定选中央委员 才可以选党主席 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要来做改革来调整 新生代发生 要扭转过去台面下角色 只有自己人的座谈 还有关在屋里的学习营 已经不能就党图存 党内点将准备出征 党内这些中生代 或新生的力量 这些通通要出来参选 比如说乔新 郑浩 还有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会出来选举 2016选举的结果 除了岛内第三次政党轮替 同时也显示出 是年轻世代主导的新时代 从12月公布 第二届台湾青少年投票日的结果 就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陈建仁 获得超过六成的支持率 朱立伦 王如玄不到两成 纵处于徐家营 逼近一成五 对照2016选举得票率相差不远 而传统蓝绿在年轻族群的影响力 已经慢慢缩小 我也知道 国民党必须要重新再起 一定要跟所有的新的世代 年轻的世代站在一起 国民党要重新赢得年轻人心 恐怕需要多费点力 相较于国民党这间百年老店 面对变化时的反应缓慢 民进党掌握民意潮流 尤其20到39岁的支持度 大胜国民党 国民党内是否有另外一个蔡英文 能带领蓝营走出政治低潮 每次选举就是一次进行政党 自我转型和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而且可以利用选举训练你的年轻人 淘汰掉一些可能你认为 比较不合适的这些老人 的确国民党出现了人才断层 这个是这段期间 很多民众也这样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未来国民党必须要培养年轻人才 国民党想要翻转现况 必须重新调整脚步 积极栽培党内现有战力 尤其要培养愿意到艰困选区 蹲点深耕的年轻人 不然选举一到 还是只能看地方派系脸色 这个中山区的蒋万安 可能未来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对象 因为第一个他有一个过去的国民党的 这种所谓历史的一个继承 那另外来讲的话 他又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代表 所以如果国民党他必须要去翻转的话 不应该再由这所谓的老人政治 再回到所谓的国民党的党务体系 国民党内论资排辈的历史包袱太沉重 亲生待要出头天 恐怕还需要党内大佬释放机会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文肺 现在国民党里头 他的年轻党员或者年轻党工的比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们用一个数字来推估 每一个可以投票的委员 他要有500个青年党员 去支持一个亲公的委员 然后每一个亲公的委员 可以去投亲公总会长的选举 那我们总共有600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680几个亲公委员 亲公委员 所以你如果乘以500 那是大概是大概30几万 但事实上这个数字绝对是 没有这么多 因为国民党有很多 这个其实是可能是父母帮忙缴了党费 或者是可能这个选党代表的时候 有人要帮忙拜托他入党 所以这个数字上 一定明显的会比这个30几万要少很多 其实我们党工的泰换的速度本来就不强 就不高 其实我们的这个党部大部分都志工化 所以其实现在党工的部分 就是实际上我们讲的有领薪水的这种党工 其实人数上 而且是年轻人其实也不多 所以现在不少年轻是在跳出来说 自己愿意去基层蹲点 这个向龙哥你怎么看 国民党是一个相对安逸的政党 他是保守而且安逸的 他在不敢于诉说自己很核心信仰的时候 他不太容易产生动能 不太容易呢 把他的成员呢 往外面推有一种的开疆辟土的勇气 年轻人如果有热情是好的 但是不光是喊 那种的蹲点除了 你要清楚的选定一个目标 同时去了之后要长时间的落实 背后的后勤资源是很重要的 因为年轻人其实他就是一个东西流行 什么东西最流行的时候呢 大家一窝蜂的跟着当义工呢 他都在所不惜 因为他在同侪面前的时候呢 他讲出来他会觉得有一种骄傲感 第一个你要热情 第二个就是说你蹲你蹲点了 要蹲要蹲真的 你要你要知道 那可是你的你的你的生意 来规划一个很大的转变哦 因此对于国民党来讲 如果你真的就找到了一些年轻人 他有热情 他愿意去蹲点的时候 你的后勤资源是重要的 除了就是说呢 在地方党部上面来讲 对这些呢 回回乡来蹲点的年轻人 你必须要有计划的跟他们连续互动 栽培 因此你必须要有那个眼光 除了挑对一些有战斗力 有想法的年轻人 那么接下来这个国民党的中央 或者国民党的相关部门 会给他们像什么样的支持 能够让他们出头 能够让他们能力被看到是很重要的 他们刚才也提出来说 其实第一点呢 就是对国民党这次的党主席的选举呢 就要开始是第一步的改革 对国民党党主席 其实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记者会呢 也是因为有很多人说 这个现在国民党呢 现在还是在劝劲啊 还是在等一些终生代的这些领导 能够出来挑大梁 但也有人提反对的意见说 叔叔拜拜该交棒回家了 那么国民党的终生代 又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到海峡亲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看 判判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视海峡亲 感谢 我是叶庆林 我们继续 我们刚才聊了国民党那新生代的危机 下面要来聊一聊中生代的问题 以朱立伦为代表 这一次选举失利之后 以朱立伦一鞠躬下台 回新北市当市长了 但国民党党主席到底由谁来当呢 吴敦毅 郝龙斌纷纷被点名 但至今没有人明确的表态 所以就有蓝艺人士担心说 朱立伦中生代未接 无人接棒 接下来六都选举都会让人担心 萧嫁回新北市府上班第一天 朱立伦开口先说抱歉 对于市政如果有任何的一些延宕 我一定要对市民表示抱歉 但是我会全力以赴 辞去党魁后 朱立伦要专心当市长 做好做满 但国民党此次选举惨败 就连执政的新北市都近乎全面失守 不止明代席次 从原本实习调到只剩两席 朱立伦自己在新北的得票 也狂输蔡英文45万票 每一个事情我们都要检讨 我说我一定是深刻反省 那这个东西包括整个大的环境 在地方上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要彻底检讨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永远不会忘记 国民党在我的任内失去了政权 我们党未来的领导人 必须要能够提出改革的理念 才是关键 朱立伦辞去党魁身份 未来谁能带领国民党 从谷底深渊爬起再战 据了解 国民党20号中常会将通过 党主席补选作业期程 1月22号23号受理领表 并于2月27号进行投开票 亲任主席3月初就职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 所以我现在过去六个月 我都在积极的打选战 我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你愿意考虑承担吗 我想所有愿意为党付出 甚至现在愿意承担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团结起来 谁否认自己愿意承担 但国民党终生代接班时代到了吗 现阶段的这个任务呢 一定要有一个能够服众的一个人 那你说终生代能够服众的是有呢 我想我对你很适合来当 国民党中常委串联集结 挺无视力第一个站出来 另外朱立伦竞选总部主委胡志强说 自己主观没意愿 态度耐人寻味 而台立法机构负职负责人洪秀柱 累积能量暂时按兵不动还在观望 虽然党内人士高呼 用人应该年轻化 但被拱出来国民党主席的人选 依然是熟面孔 而且来因人士不止担心朱立伦 终生代未接无人接棒 也担心接下来的六读选举 国民党人才究竟在哪 民进党是从选战团队 从助力群 从社会运动找人才 国民党就是 就在家族里面找 然后人才断层非常严重 从去年10月开始 朱立伦向新北市政府请假 投入选举 昨天他是重新回到市府上班了 朱市长下一步 很多人在猜测说 他会不会从哪里跌倒 再从哪里站起来 我觉得他还是要 从新北市站起来 不可会言的 这一次朱立伦应该是 所有的国民党政治人物里面 受伤最重的一个 因为他自己是候选人 然后大败 然后他作为国民党的主席 在这次的立委选举里面 也真的是惨遭灭顶 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挫败 那你也可以看到 就说在台湾很多政论节目 特别是比较情侣的 还继续的来 对于说有点追打朱立伦 就是朱立伦在2014的 这个六合一选举 其实他的表现就不是很好 那他这次的得票数 特别在新北市的得票数 输的 比上次大概少了29万票 那继续的去讨侃跟严谊他 可是我觉得对朱立伦来说的话 因为他还是新北市的市长 没有错 他现在重新回到新北市 再去经营有他的困难 可是他必须在新北市 要再做出成绩来 那我觉得他现在的请辞党主席 是正确的 因为确实要做出有一个责任政治 那老实说现在党内 有一些还在 喂留他 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 有一次我私下跟一位 这个也是好朋友说 我说你们不要再喂留朱立伦了 朱立伦现在只剩下一口气 如果他今天听了你们的建议 说他今天留下来 我说他那口气都没有了 因为他会被别人看扁 所以我觉得在朱立伦来 还是先回去 好好的在新北市的市政上面 重新的站起来 现在国民党面临党主席改选的外界 似乎又将可能人选集中在几个 其实已经不年轻 可能都谈不上 算是终生代的终生代面孔上了 比如说吴敦义 郝龙斌 胡志强 红秀柱 他们会不会出来接党主席 还是会把机会直接让给年轻人 就像今天的这个说 这个党魁到底要新要变 还是要老要稳 向东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眼前 一个遭到溃败的时候 你要再去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 同时又要去新面孔 那大家都还觉得 对他的未来是可以期待 有一些想象空间 那个其实可遇而不可求 因此在眼前 我觉得在现阶段 接下党主席的人 他其实是可以 有比较宽广的可能性 坦白说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会比较看好吴敦义 一方面他担任马英九的副手 意味着他是国民党里面 除了马英九之外 政治职位最高的人 第二个 吴敦义的政治历练 比目前台面上绝大部分的人来讲 都要丰富得多 从记者 市议员 南投县长 高雄市长 党的秘书长 到现在的副领导人 他的历练之完整 再来 虽然吴敦义不断的 受到民进党的政治攻击 想要把他丑化 污名化 可是吴敦义在各地的政绩 其实都很优异 他这次南投的浮选 是一直都没有败过的 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其实吴敦义 应该值得国民党的党员 在群龙无首的时候 应该要有些特别 特别思考的 那不是偶然的 这是国民党全面的溃败 朱立伦在新北市 都输得这么惨 台北市 连丁守中 连林玉方舟 很支撑很优异的 A plus的立法委员 都败选 可是 在全台湾的所有的县市里面 连花东都败选 只有两个地方的所有的立委 全部胜选 一个是苗栗 一个是南投 一个就是南投 南投 尤其南投的 国民党推出来的两位的女将 其中一位还打败了民进党 很资深的蔡黄朗 他有重要的意义 那是谁 当吴敦义在这在后面 他把南投就当作自己的基本盘在这经营 最重要的是 国民党在经过这次败选之后 有一种国民党应该要进一步的本土化的声音 吴敦义是道道地地的闽南籍的精英 他是国民党目前闽南籍精英的陆队当中的牌头 如果你不喜欢王金平 你大可以另眼相相待吴敦义 吴敦义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这次国民党败选之后 大家都说谁是罪魁祸首 列出了很多的罪手 比如说满酒 首当其冲 加来朱立伦 那么这两天又开始说要检讨王金平了 很多人说他应该把这个不分区第一名的位置 都应该让出来以为败选负责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 这里是判判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东南卫尘海狭新干线 我是叶青林 欢迎您继续收看 国民党内检讨败选原因 有人就直接点出最大的问题 是朱立伦决定的不分区名单 尤其是排名第一的王金平 是让基层选民投不下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对此国民党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2016选举 国民党从台湾地区领导人落败 到明代落败 就有人点出几个罪魁祸首 国民党的四大罪人 第一个该负责的当然是马英九 再来就是朱主席的 在整个选举的战略跟战术都错误 但是是有一股声音是觉得 包括是王金平 包括很多派系 他都认为不应该排在不分区名单 不分区名单应该要更有专业 而且要更有这种社会的凝聚力 不分区名代沦为派系之争 第一名的王金平 也成了检讨的首要目标 为了再次排入不分区 修改党章让蓝营基层不满 现在开始出现要辞掉他的声音 但他如果下来了 上去的是曾永泉 那曾永泉呢 讲坦白的 他已经离开立法院有一段时间了 排入了这不分区 造成了苏清权 这个没有办法排入这不分区 这个其实 他反而是一个负面的效果 尽管不分区名代的名单 不是国民党败选唯一因素 但也是没稳抓选票的关键之一 然而现实是 不管怎样改 似乎都不对 国民党选后检讨 路还很长 小老婚 你怎么看待 王金平在这次选举当中的作用 他到底是拖累还是加分 他没有作用 你从选票的结果就知道 左嘴其以南是全军覆没 换句话说 王金平 国民党真的是重点栽培 一而栽 栽而栽 然后已经让他三任的不分区 担任立法院长 为他开了第四任的绿灯 可是还是没有用啊 那国民党为什么为他一再的开绿灯 一方面他掌控的立法院 国民党其实今天会败到这个地步 与其说只怪王金平 不如说盖王金平所领导的立法院 那个立法院是国民党 在整个八年的执政的过程当中 许多关键性的法案 没有办法推得动的 最多的时候八十席 八十不止八十七十 八十七席 就是已经超过四分之三了 基本上面在一个 在一个民主体制里面来讲 四分之三你可以为所欲为 结果台湾呢 在国民党的手上来讲 竟然什么事都不能做 多么荒谬的事情 他连带的使得呢 就是说你的支持者会越来越气馁 对民主越来越失望 就是我支持你干什么呢 虽然在两个政党里面来讲 你看起来是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信赖的 可是我支持你没有用嘛 当然了你说在当时 要怪朱立伦说 你为啥把他放在不分区第一名 王金平也很清楚的这一点啊 三个月前你冲住换住 冲住上马 百费待举 你的号令根基本上面呢 都都没办法发挥效果的时候 如果有王金平在内部撤走 他的选举 他其实不用等到投完票 他早的早 早就已经可以呢 宣布溃败了 好 百费呢 不分区的第一名 就是说 我认可你王金平在党内 仍然是一号人物 所以再开绿灯 让你进来 可是王金平确实 现在是国民党内部的双面认 有许多的蓝军 我坦白说我包括我周围的比我年轻的朋友们 他们说我后来没有去投票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不支持住朱立伦 不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不好 因为 因为那个名单里面第一名是王金平嘛 所以说他不是没有作用 他还是有作用的 只是反作用 我们再来看民进党这边 虽然不像国民党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但是要进行协调的难题呢 也开始出现了 因为内部的资源争夺战已经展开 高雄市长陈菊就向蔡英文喊话说 要他重视南北均衡发展 另外呢 由于民进党在明代选战拿下过半席次 民进党内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之争呢 也逐渐的白热化了 我选举的时候就是承担无悔 拿出著作但不是要宣传 可见民要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封面 承担两个字 像是在暗示已经准备好 要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我一辈子只做两个职务 一个是亚裔 拿两个职务成立法委 我在选举的时候一直讲 不要当小英在 最坚强后盾 民进党取得台立法机构过半席次后 现任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在二月中旬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改选 几乎已确定出局 而目前民进党内部热门人选 包括柯建明 陈明文和苏嘉全等人 在这个问题上 民进党内部又分为所谓尊英派和民主派两派 一部分人认为 这场台立法机构龙头之争 蔡英文的意志最重要 另一些人则主张 应经由民主程序产生 我的了解应该不会只有三个 表态的至少不会有三个 而民进党的地方大佬也没闲着 他们有着另外的盘算 事实上民进党胜选的当晚 高雄市长陈菊就发了新闻稿 期待启动台行政机构个别部门 及公营企业总部的南签 隔天的谢票演说 又再提到要重视南北均衡 被外界解读 是向蔡英文喊话 高雄新的时代 就是一个未来发展南北平衡的时代 担心给接任的蔡英文太大压力 陈菊也事后打圆场 表示得再跟蔡英文沟通讨论 但胜选后连续两天的谈话 已经展现出绿营内部大佬 拿下两场选战的胜意后 迫切想改变政治现状的形态 民进党在上台之后 眼下要务就是台立法机构龙头的争夺战 民进党各派系合纵联合 已经非常火热了 目前呼声最高的是有柯建明 有陈明文 有苏家权 那相当说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三个人的长短各在哪里 谁最有可能 民进党里面目前浮上 浮上台面的这些人物 柯建明不用讲了 柯建明如果说他 他原来就是民进党总召 顶多过去的王科体制 变成科王体制 有什么不原来 两个根本就是哥们 关起门来用闵南画的 这些三三字经 南丁的话 骂马英九 这些其实媒体都曾经录过英的 跟哥们一样 陈明文过去是国民党的叛将 国民党的叛将 在国民党最低迷的时候 带着整个整个派系 带枪头投靠到民进党 民进党奉若上兵 民进党的特色 就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陈明文当是国民党里面的 议员的时候 他是派系 是黑金的势力 一投靠过去的时候 那不得了 简直就是度了金 金城一样 今天俨然成为嘉义王 好那陈明文虽然资历也够深 可是陈明文过去 私人的操守 不管是在 在属于金钱的 或者非金钱的层面 点点点点点 可受之意之处甚多 其实他的操守的问号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人要来领导 最高的民意机关 实际上大有疑问 那至于说现在呢 在传出来的苏家权 苏家权固然 在上一次2012年 跟蔡英文呢 搭配竞选的时候 跟着一起呢 遭遇到了挫败 可是那次的挫败 对苏家权是重伤 重伤的原因是 他当过屏东县长 他当过台湾农业部门的主管 可是呢 玩农地呢 玩最凶的 在屏东俨然呢 把自己当作是 三大王一样 在打扮的 甚至于在屏东市区里面呢 盖违建的 甚至于呢 老婆呢 运用了特的特权 用残障的 残障的家人的身份 然后呢 去买兵士车的 只为了省掉每年呢 一点点的牌照税 他们都干过啊 这样的人 要当最高立法部门的首长 适合吗 这三个人 我坦白说 如果把他们跟王金平 摆在一起 一定要闭着眼睛挑一个 我宁可挑王金平 那但是现在眼看的 排出来三个人 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只能够讲就是说 这个时候 幕侯而冠 要出丑的时候到了 这里是判判视频 独家居民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看到民进党 其实在台立法机构的 68系当中呢 以成局为主的 新潮流系 是占于约三分之一 势力非常庞大的 所有人评估说 要有新系支持 才有可能成为 台立法机构的负责人 所以接下来呢 新系最有可能支持 谁上台 是另外一个看点 但是无论哪一个人上台 民进党主导下的立法机构 都会出现大的变化 那宏伟姐您认为 最主要的变化会有哪些 我个人认为派系刚开始 应该不会太大的摩擦 因为比如说像这三位 苏家居也好 或者是柯建民跟陈明文 他们三个都并不属于新系 那么新系现在 其实他们在 特别在县市长力量就非常大 大家都知道 陈菊 郑文灿跟赖清德 通通是出于新系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有所谓的南流跟北流 那也有一些竞争 基本上我觉得新系在初期应该会充分的配合所谓的鹰派 也就是蔡英文 但是不要忘记民进党的侧异 比时代力量 那也有五席之多 而且时代力量 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这次能够崛起 最主要就是 他的选民更为年轻化 然后其实他的冲撞力 或者街头的运动力 甚至是比民进党是轻出于蓝 而胜于蓝 所以民进党 我看他难免会受到时代力量的撤走 或者是说他要不要配合 就这个问题 我们也来听一听在北京演播室张斌的看法 在过去 不管是在台湾立法部门 还是在台湾岛内 这个蓝大绿小的格局 基本是没有太大变化的 一边55 一边45 大概是这么个比例 现在一翻盘 大家就会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台湾的行政资源和他的立法资源 未来就会紧密的配合 这一点其实对于台湾既可能是有利的方面 也可能是不利的方面 过去我们知道台湾之所以乱 乱在哪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政党恶斗 就是你台湾行政部门提出一个政策 那么立法部门呢 百般的杯葛 百般的阻挠 进行一个相应的破坏 这样很多政策难以实行 这其实是台湾呢 这个两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他的弊病在哪 弊病就在于 这次是民进党完全执政 这时候你会发觉 他在这个立法部门人数过板之后 很多蔡英文的政策 可能就会在立法部门得以相应顺畅的一个通过 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立法部门探讨什么问题啊 当然一方面台湾岛内的民生 岛内的经济 还有一大部分是这个两岸关系 所谓两岸关系 既包括了政治关系 也包括了像服贸货贸这样的经济关系 乃至于其他涉及到 比如我们都关注的路生健保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问题 由民进党来主导的话 本身他的台独党光 包括蔡英文本人的台独理念 以及他这些相应的民意代表的 这样一种台独的本性 加上第三势力的一个相互配合 那么可能未来涉及两岸议题的 一些重要的法案也好 规定也好 条理也好 就可能啊 胎死腹中或者从中夭折 现在啊 在蔡英文的背后呢 到底有多少的派系的力量 已经有媒体进行了一个盘点 首先是服选有功的六大幕僚 包括当年受许新良重用的 副秘书长洪耀福 陈水扁时代的战将 陈俊玲和林景昌等等 而苏游谢三巨头呢 也各派人马编入蔡英文的旗下 不过现在虽然看似鹰派独大 但其实以成局为主的 新潮流派系的力量 蔡英文也不能忽视 鹰派的政治 就是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 鹰派出头接掌执政 早在选战期间 蔡英文就广纳民进党派系 百川组织庞大后盾 民党副秘书长洪耀福 当年受许新良重用 这次位居六大幕僚 善达组织战 运筹帷幄的陈俊玲 扁时代战将 掌握蔡英文民调操盘 政策主帅刘建兴 担任过赖青的幕僚 布局本届不分区有功 林景昌曾是 陈水变首席文胆 这回担任蔡英文头号文宣 加上新闻部黄重燕 只比文稿谣人多 绿营派系分野 随着鹰派汇流 苏游蟹三巨头 各派战将也编入 蔡主席旗下 有来自各个领域 各个地方的高手 然后都来参与这次选战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大家来这里之后 几乎是一个团队一个目标 有媒体分析说 这次蔡英文能够胜选 背后有六大幕僚 在成功的复选 这六大幕僚 是来自民进党内 不同的派系 那么现在外战结束了 轮到各派系 来瓜分成果的时候 这些派系 又会提出哪些要求 其实经过了长时间洗牌 大部分的这些传统的派系 除了谢长廷的系统 以及新潮流系之外 大部分都已经弱化了 谢长廷所代表的谢系 完全奉谢长廷的号令 那个其实凝聚率是很强的 新潮流系比较像一个帮派 他长时间有他自己的经济系统 蔡英文今天强的时候 他们给暂时的宴旗息苦 可是蔡英文如果执政的不好 那么这些在蔡英文麾下的挂着 英派符号的人 他们还是会各自的去找归属 这些的派系 他不见得会以派系之名 去明确的提出一个 对蔡英文的要求的主张 尤其新潮流这个派系 即使他的派系的龙头 都是很低调的幕僚型的人物 他可以专心的当他的师爷 那他不用上台面 面子做给你 李子我拿 这是国民党没有的 但是这些的师爷 他要保障自己的时候 他一定要让他的子弟兵 能够在未来的职位分配上面 能够卡到好的位置 这个是派系将来一定会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 会比较会选举的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出来 呼吁要改革 又担心自己没有资源的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 已经开始要很多的喊话了 比如说陈局说要把这个 把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办公室 在南边在高雄设一个 赖庭德说干脆要迁到台南去 那台中的林家龙呢 说这个台立法机构 要迁到台中去 洪文姐这个有可能吗 我觉得蔡英文她大概没有这种时间 去管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她包含两岸的关系 其实到现在为止 她自己还没有清楚的论述 对她还没有清楚的论述 大家也在等她一个说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对这个现在最紧迫 眉睫的就是 2月1号 那个新的立委 在5月2号之前 这个交接的空窗期 要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交接如何的 要很平顺 这个都是蔡英文 她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些猪猴的叫板 基本上事实上有点 我们讲在刷存在感了 就是在选后 你不要忘记 我们有要求 但是我觉得付诸行动 我想还会有一大段时间 这些问题 我们也来听一听 在北京演播室张斌的看法 其实不是2016年这次参选 在此之前的 她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时候 已经多次的喊出了 要让台湾南北均衡 这样的一个议题 甚至也表示出 要把重要的产业要难移 这一次参选 她更是提出了 要在台湾南部设立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办公室 她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其实在选举前和选举中 无外乎是想稳固她的基本票仓 我们知道台湾南部 是绿营的一个大票仓 让这个票仓能够稳固 在徐图台湾北部的瓦解泛滥 和吸引中间选民的注意 这是台湾选举时候 民进党一贯的策略 所以在此之前 她一定会对台湾南部 释出大量的利好的因素 和一些重要的政策 但是再也跟执政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你一旦执政之后 你就会发觉 岛内面临的很多问题 不是说你想解决就能解决的 台湾岛内 北部相对经济发达 南部相对经济贫弱 那么它是由历史原因 从1949年至今 这么多年来 所积累形成的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布局 这绝不是蔡英文 一拍脑瓜决策 一拍胸脯保证 然后过几年 一拍屁股走人 所能够决定的 这是涉及到台湾 整个产业布局 和经济发展 乃至于行政的力量 统合的一个大事 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内 这样的一个南北均衡的话题 恐怕在蔡英文来讲难以实施 好的 以上就点海洋新开线 台北演播室的内容 谢谢三位来宾 参与我们的讨论 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福多利演播室 河南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下面进入盼盼视频 热点快评环节 我们来关注一组 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中新网报道 中国驻美国洛杉矶 总领事馆网站 19号发布消息 称对中国留学生 江岳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市遭枪击身亡事件 表示高度重视 当地事件1月16号 19岁的中国留学生江岳驾驶一辆汽车 在一处交叉路口等红灯时 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汽车追尾 而肇事的女司机竟然持枪走下车 来到了江岳的车前 向江岳连开竖枪 江岳被送入医院后因重伤不治身亡 数小时后 警方找到逃逸的嫌犯霍利·戴维斯 但他否认犯罪事实 也未显出任何的悔意 目前他已经被指控一级谋杀罪 美国警方报告称 嫌犯戴维斯被捕后 承认曾在案发不久前使用被管制的精神类药物 并且此前 他还曾因为拒绝接受警方调查 在密苏里州被判刑三年 这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枪击案 其中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是枪支泛滥 更包括了近年来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害案件的频频发生 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枪率最高的国家 因为其控枪不利 持枪犯罪率一直是高居不下 另外近年来 在美国的右翼势力在不断的抬头 他们反对外来移民歧视有色人种 留学生或者是外来移民 能否在美国安全安心的生活 真的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 据环球网援引外媒的报道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接受了 日本经济新闻和英国金融时报的联合采访 报道称 安倍在采访中向俄罗斯高调的示好 并且敦促西方 恢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合作 因为俄罗斯的协助对解决中东的多重危机至关的重要 安倍还说 愿意以七国集团2016轮值主席的身份访问莫斯科 或者邀请普京访问东京 好 那么安倍除了呼吁七国集团重新接纳俄罗斯以外 也不忘顾忌重施的拿中国来说事 他在采访中谈到了中国的海上活动 称日本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上的行为 呼吁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此发出一致的声音 近年来 安倍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就是反反复复 就在去年 因为乌克兰问题 日本还加入了七国集团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也因此普京取消了去年秋天访问日本的计划 并且横在日本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问题 还有长达数十年的岛屿争端 如今安倍又改口向俄罗斯示好 只是不知道普京是否会买安倍的账 而普京能否访问日本 其实还存在着不少的变数 好的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月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参与我们的互动抽奖环节 还有机会赢得台湾特色小礼品 进入2016年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